受到感嘆影響,現在許多農作物都隨時慘重 尤其是以茶葉這項,高經濟價值作物更是嚴重 近年剛才,應該是白年來的大漢 包括鑽水、啓水都乾掉 農民要灌溉水源的花已經不夠 農民的花已經把他們的成本都放下了 為了協助農民減少損失,縣長許淑華也要求縣府農業處 邀請專家們進行干害摘損查報勘查 並由先以茶葉來做摘損勘查,判提報中央爭取前線 列入農業天然災害先進救助對象 所以說我們今天是第一個站,先來看竹山的部分 那等一下還會看陸谷還有民間,再來就是我們的高山茶區忍耐的地區 那我們希望說能夠盡快把它看完 因為整個藍頭線能夠達到救助的地區 能夠全線都能夠啟動這個救助的部分 而面對乾燦天后,如何在茶葉管理上做因應 查改場動頂工作站站長林如鴻也提出多點建議 供農友做參考 如果說茶樹已經乾枯的部分 有降雨的時候要修剪的位置點 一定要在比乾枯的地方還要再更下去的位置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的部分 在土壤的狀態之下 如果說我們可以用一些更理的方式 就是讓表面的土壤層把它打破它的結構性的狀態 可以至少說降水的時候 讓雨水可以滲入到土壤去 而不會說直接流掉 那還有一個部分有降雨的話 其實在施肥的這個部分的話 其實要減量或者甚至是 不要去做適用的一個狀態 仙遠有好肯定縣府團隊的用心 也呼籲中央要看見農民之苦 緊助協助農民減少損失 這一次的一個乾旱對於我們農作物的一個災損非常的嚴重 那也希望儘快匯整完之後 那農委會能夠拿出破例跟 到問農民該有的一個中央機關的一個角色 那在這一次的一個農業的災損的 現金救助的部分 能夠儘快把我們的茶葉的這個項目納入 還來實際上發揮中央機關的功能 來協助到地方的農民 議長和勝峰肯定縣府團隊的用心 也希望透過此次看查報告 讓中央能夠看見南投縣農業營幹和導致的問題 緊急做出補助規劃 讓農民權益有所保障 記者盧依凱竹山採訪報導